针对两岸直航机票被旅客批评太贵 国内航空公司决定从7月1号开始降价 台湾飞上海虹桥跟浦东机场的票价降幅最高将近有三成 而且已经买了票的旅客还可以退差价 松山机场6月14号开始直飞上海虹桥机场 尽管省了时间 但机票确实不断被诟病说太贵 离航局和航空公司沟通后 业者同意从7月1号开始 飞上海不论是浦东机场或是虹桥机场的票价都降价一到三成 先前买贵的还可以退差价 航空公司愿意就台北到虹桥 以及台湾各点到虹桥这辆航线 我的票价做一些检讨 原则上会比目前我的售价便宜 而航空业者长荣 复兴以及华航都同意 7月1号起调降松山飞虹桥的票价 长荣一个月有效票价原价17650元 调降为12500元降幅29% 同样的一个月有效票价 复兴从15500元降为12500元降幅19% 华航也是从14200元调降为12780元降幅一成 不过这些票价都不含1000多块的机场税 而旅游业者表示航空公司以自动调降一到三成 对旅客来讲算是最大的降价空间 现在目前这条线它是比较热门的 那以航空公司来讲它的供应也有限 所以以价值量是商业行为的一个很自然的法则 由于航空公司目前定定的票价 都在交通部规定的上限内 因此要求降价只是道德劝说 并不具有法律的强制力 所以非上海这条热门航线降价后的票价能维持多久 没有人有把握 记者沈小青